每次尝试海鲜粥都挺成功的 唯独盐整多了 就按经验 这么多粥配这么多盐 差点没厚死我 这个问题实在是太简单了 咱们直播间里给出了统一的答案 你看海鲜海鲜泡着海水本来就有咸味 再正常放盐那不就更咸了吗 那我觉得大伙这说的没错啊 做海鲜粥必须得少放盐 你说的这个问题 一会儿我到厨房给你演示一下就知道了 我看啊 张老师咱们要放多少个盐 不对张老师 你是糊弄我呢 你是这个盐一直在勺里 你根本没往里放 对 我想告诉大家 我们做这个海鲜粥的时候啊 一定不要放盐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啊 海里的一些食材啊 它本身就带着它的鲜味 和有一定的盐味 如果你要是这么一煮 它这个盐呢 就是钠的成分就煮到这个粥里来了 如果你要是放盐 就会咸了 如果你米特别多 海鲜特别少 你觉得淡 你就可以放一点 但是一般都不放盐 咱们煮好了 美女尝一尝 太好了 还是张老师向着我 海鲜粥啊 一定要煮得这么稠 一定不能煮得太 太稀 太稀了以后吧 就没有这个口感了 也没有这个 吃起来不好吃了 而且呢 这个煮稠了以后吧 别把它当成粥喝 它一定是这顿饭的主食 很明确 受value的 噢